你两个人散了,是因为一个以为不会走,一个以为会挽留,二你以为我不会走,我以为你会留,最后,我们说散就散,三总会出现一个温柔的人让你变得温暖,然后默默离开,思你只在意我旅游的全身照是不是别人拍的,却注意不到我胸前的海豚相应, 你只看到是别人的车子把我接走,却看不到我像一个精神病一样去KTV苦苦找你,你只知道门口的那一双鞋子,却不知道我生命之类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,你仍是我的软肋,却不再是我的盔甲,五子霞离开至尊宝后,至尊宝才能真正成长为宗悟空,令好好再见,不复遇见,接见着吵架的梗,撒着思念的娇, 八林家,你不要我了怎么办,梦云,那我就像至尊宝一样去最繁华的街道看一百遍林家我爱你,梦云,那你不要我了怎么办,林家,那我就吃芒果吃到死为止,最后梦云在最繁华的广场生死历劫的大喊,林家我爱你,最后林家在家里狂吃芒果到过敏昏迷,两个人都知道再也回不去了, 这是他们和彼此对这段感情进行最后的告别,大概,生活中所有阴差阳错,都是命中注定,一个以为不会走,一个以为会挽留,成长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,你不一定得到什么,但你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,电影的结局或许是最好的结局,何来亏欠, 我敢给就敢心碎,体面离开,才没辜负这些年,就我的使命就是陪伴,他的使命就是让我成长,成长不一定会得到什么,一定会失去什么,十分开久了,当初再熟悉亲密的人,都会慢慢变成陌生人,十一很多人在一起不是因为喜欢相处,而是因为害怕孤独,十二那种不怕受伤的支持,我做不到了,十三 原谅我曾经所做错的,真的很对不起让你难过,在这个世界,有一百个人爱你,那里面有我,有十个人爱你,那里面还有我,有一个人爱你,那一定是我,如果再没有人爱你,就明我已不在世上,之四我不再当婚式大魔王,我也不要什么盖世英雄了,你看我那么软弱,去个地方也能迷路,你怎么不回来当我 七天大圣,我们看见了电影里的自己明白了那些,看不开的错过,放不下的离开,我以为梦雨穿成至尊宝的样子是想矮流,后来看见林家在吃芒果,我才明白原来实在放手,最终结局告诉我们女人最终会选择嫁给一个愿意陪伴她的人,而男人则会把对前女友的亏欠补在另一个女人身上, 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,陪你灵敬大罪的人注定没办法送你回家,一个以为不会走,一个以为会挽留,到最后我们说散就散,有些人错过就一辈子,林家,我爱你,好好说了再见,或许,才会真再见,实物结果,我走了没有回头,你也没有挽留,实有, 有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就走近了,有的恋人不知道怎么就走散了,实际一段感情能不能走到头,是看你有羞羞补补补不弃的心,还是有旧的不去心的不来的念头,是怕只有紫霞离开至尊宝,至尊宝才能成长为尊悟空,当你成熟的时候不一定得到什么,但一定会失去什么,十九不怕嘴上的再见, 只怕心里的思念,二十,一切看起来都只是寻常,他就多说了那么一句话,不经意间流露了真实的想法,而你就那么敏感的感受到了,有一闪灯在你心中熄灭,有一扇门在你心底关闭,你仍面大微笑,心痛的感觉到一切就要走到尽头,你们再也回不去了,他却一无所知,二十一曾经他是我的软肋,而现在,我不在乎, 但是他的铠甲,二十二我们都想要新的开始,新的生活,却忘记了他身边也会有新的人出现,二十三年少时的恋爱叫和请和拍,长大后的恋爱叫和并合作,二十四我们花了一整个青春,看懂一部电影,总以为有一天一中人会踩着七彩云霞来娶我,而事实确实只有紫霞真正离开了,至尊宝才能成长为尊悟空, 二十五不要和我期许未来,我要的是现在,我要的是通过现在去确定未来,二十六你陪我成长,然而却不是你陪我到最后,二十七一个以为不会走,一个以为会挽留,结果我走了没有回头,你也没有挽留,我们最大的默契,是爱两却说不出口,二十八当爱情走到迷茫 二十八当爱的时候,要验争两个人,是否相爱的唯一办法就是分开,分开以后如果难受,如果思念,那就是真爱而真爱,一定会让两个人再次相遇,二十九不想用离开强迫你挽留,也不想用离开教会你珍惜,三十我会一直走,走到那个拐角,只要你对我说一声,你爱我,我就会立刻回头跑向你, 三十一,如果在爱情里,不那么做,失可而止,也就不会说三就散,真正让他们走散的,是他们的那不可一世的尊严,是他们不肯放下身段,寻得对方原谅的自尊心 三十二,寂寞,是大多是人的痛病,很多人在一起不是因为喜欢相处,而是因为害怕孤独,三十分一个放下了面子,一个放弃了生命 可回不去的,终究回不去,三十四有时,只是隔着一句话的距离,却像隔着一条银河,一个以为不会走,一个以为会挽留,最后却连再见,都没有机会说出口 三十五,年少时的幻想总是那么美好,连以为都是那么天真,直到被现实残忍撕碎,那些以为,经不起一点点风吹雨打,但他们放不下骄傲 就交流沟通,然后就再也没有以为了,三十六,成长不一定会得到什么,但一定会失去什么 曾经以为得到了真正的爱情,曾经以为得到了终身的伴侣,曾经以为得到了寻你的另一半心 但即使什么都没有得到,却失去了一场爱情,一段时光,一个爱人 三十七,我还是很爱很爱你,你还是很爱很爱我 但因为我们不再是当时一枪孤勇的少年,所以放手了,三十八一别两宽,各自喜欢,说咱就散,三十九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吧,我的使命就是陪着他,直到那个能把所有心思,都花在他身上的人出现 而他的使命,就是让我长大,四十一个以为不会走,一个以为会挽留,结果一转身 就是两个世界,四十一当爱情走入迷茫的时候,暂时的分开是对两个人最好的选择 分开后的两个人,如果痛苦,如果思念,那就说明是真爱 而真爱,会让两个人再次相遇,此时爱不必害怕别离 只要还爱着,只要还记着那个想念的人,一定会在某一刻,以温柔的自信拥抱你和你重逢 四十三,我们是和平分手,不能怪你,也不能怪我,要怪就怪造物弄人 四十四,男女分手,男的第一阶段放生,第二阶段回味,女的第一阶段坍坍 第二阶段重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